大家好,有朋友给我发来这个新闻,说这个人去世了 我就好奇,因为这个人我记得是很久以前,这个案件是很久了 我以为早就去世了,我知道他中毒的事情,没想到是现在才去世 那我就很好奇,我就看看他的八字 那我们都说,你看到73年11月24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理论上来说,他这个八字应该是丁毛师 那这个不是乱说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能够考得上 能考得上清华大写一定是木火通明的八字 要不然你考不上了 有甲丁,双关配印,双关配印 他才是真正的可以,就是能够考上大学 清华大学不简单,对吧 甲丁是这个问题,其实他不应该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什么,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是水木 他这个八字就是水太重 他八字就是水重木重 他八字就是水重木重 那他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去 就是南方,因为他八字是用火 用火来的,那木火通明才行 为什么,他说八字你看,鬼水 鬼水,甲木 丑土,害水,子水 我们先石成我是我推的,我们不管他 害子丑是三会水 三会水 那他这个八字其实我们叫做水多木飘 水多木飘 关键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冬天之木 对吧,冬天之甲木 冰水 冻坏 冻坏木根 冰水冻坏木根 所以实际上来说,他不适合去北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水木清华 本身就是水木,八字就是水为季 还去水木清华,是不对的 当人家说那去北大好不好 北大也不好 北为水 北也是代表北方 也是代表水,也不太好 也不适合他 不适合他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他理论上就不去 那么我说他就应该要有丁毛 丁毛水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好 那我们说按照丁毛水来说 他这个八字印明显是重 害子总是水 鬼水鬼水又是水 六个字中只有一个甲木 钱是水 那么水的目标 印重的人 印重的人有什么特点给大家说一下 印重的人 印重的人 第一 不是说读书了 是不肯做家务 一般人 这种人大家要注意的 就不肯做家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喜欢孩子 甚至他这种印重的人 甚至可能是生不出来的 生不出孩子 第三 固执 石板 因为印的人是石石板板的 就是什么都是按部就班 就班 按部就班 就混石板 读书混石这种 那么 那 人道呢 就是因为 按照我们人生密码来说 他是领导性性格 领导性性格 那领导性性格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都是我自我为中心 印重的人本身 我们叫做自私 这自私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 以我为中心 那有人家就会 听到就很不高兴 他是受害者 那些害他的人才是自私 害他的人也可能自私 但他自己也是 也是 不够好 也那我们就说 你这么死板 这么固执 又这么领导 就是自我为中心 自我为中心 而且什么都是我说了算 自我 我说了算 听你们外人的话的呢 总是觉得我说了对 我厉害 对吧 就是比较 以自我为中心 那这样的人 他就 人际关系上 就会比较差 又相对来说 又比较自私 印重的人是自私的 这不是我乱说的 我也不是说 对死者不尊敬 我们是做研究 做研究 所以呢 他就自然而然 这种人就怎么样 人际关系可能就不够好 人际关系就不好 这点就会 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再看一下嘛 他是不是人 九四九五年嘛 对吧 你看九四九五年 他是不是走到了丑运 害子丑 引发了这个水嘛 水多就目飘嘛 而且你看看 是不是叫做 以害年 九五年 那不是劫财作用 劫财对他 是肯定不好 劫财嘛 对吧 劫财就是对自己不好 就是别人嘛 别人 下 放在水里面嘛 他 他把这不是喝水 中毒嘛 是不是水中毒 所以如果孩子 如果孩子是这样的 把这水多目飘的 把这应该怎么样啊 不能坐船啊 不能去游泳啊 不能去水边啊 对不对 很容易出事的 那这种就是 他是喝水中毒的 喝水中毒的 好 那你再看一下 为什么会说这年 因为木火通明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看紫毛型的 那今年是什么 今年是不是鬼毛 对不对 鬼毛 那么是引发了这个毛 引到这鬼冲钉 是不是引发了 三个鬼水冲钉火 他这个八字 唯一一个钉火是什么 是阳气 我们说阳气 就是唯一的阳气 引发了三个鬼水冲 他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 就是印太中水的木飘 是很大的麻烦 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注意一下 如果孩子是这样 水的木飘的 你就是清华北大 也不一定适合你 因为反正北方 这不适合 应该到南方去会更好 或者是说到中原去 到中原去 或者是到东方去也可以啊 对吧 到上海去 因为上海是为木啊 东方啊 中原是为土啊 南方是为火啊 是不是 所以呢就注意一下子 他是八字 就像我这个时辰是错的 我不管他 他都是个水的木飘的八字 对吧 水的木飘 好 谢谢大家